台積電加價,其實我剛才也看到有人想問,不如就問,未估了 他就說,加價有什麼影響?我想知道這個TSM加價 因為它這幾年,其實它上季的表現,毛利率方面是比較差一點的 算是去到它們最低可接受的水平,其實已經是去到 那股價呢,這半年是低的,其實台積電是我一隻近年應該都挺有常去推介的 那我自己都會有買過,但是呢,這半年其實它不動的 那我見到都有一些,有很多人已經覺得沒什麼耐性了,就沒有等下去了 或者甚至,其實我也在等著它,不是,我是在等著它有一個漂亮位置入 我覺得可以的,但是我想大約,其實如果有機會100以下當然很好 那大約其實100元邊,你見到是比較重要的環境位 還有如果你說由估值上,其實100已經是合理,80至100其實是很值級的水平的 那我想這個,其實穿不穿100也成問題 那所以你如果等下的,可以看看會不會100元邊可以有少少先 那加價呢,其實這幾天,很多人都說了這些消息 那甚至蘋果都還因為這樣,又要加回新的iPhone的價格 那這方面會是利好的,但是呢,是不是會說非常大的短期的刺激呢? 其實它這半年都是橫行呢,你說要再上到比較大的,就是是不是起動 那樣呢?如果要說起動的話呢,我想要上回百二元才算是一個起動的 現在中間這些位置呢,其實升升跌跌呢,你基本上就都不用太理會 它如果是有貨的投資者,如果你說是沒有貨的,你想是長線的吸納的 那看看有沒有一百零幾左右,其實已經是可以開始不錯的水平 那你當然都是分住了,但是呢,有些呢,我有時見到呢,網上都會有些人說 啊,這個不行啊,跑輸啊,這樣子的,其實呢,如果你說要去看呢 那就是在,如果你有年頭,即是如果你是在年頭最高在買的,你就當然在捱著 但是如果你說去拉長的表現呢,其實它是都升了很一大陣 那我應該是由五十幾的時候開始買呢,如果你這樣對比起,其實是有不錯的增長 啊,而呢,它當時也都不是一下就這樣上的,它最比較升得級或者去,去比較受香港的投資者關注呢 尤其是,其實就是在它,當時應該是Intel的晶片攔產之後 那Intel那個晶片攔產之後呢,就開始說的聲音呢,會不會最後 因為Intel已經是僅餘的自己包辦了,僅餘的很少有包辦了一個設計和代工的晶片,生產的晶片公司 那就開始說,會不會它都要去找,即是接下來就可能是不是不去生產了 是不是都要找台積電了,這樣就當時升得強一點的 那上年升得很急,而且美股那邊呢,其實是有日價的,對比起台股 那這個也是一個問題,所以如果它慢慢下跌,即是如果它慢慢下跌 也都下跌幅多於台股那邊呢,其實是可以消除這個日價 如果你要研究這個東西的人呢,其實就會覺得它這個日價就不是那麼划算 甚至會考慮,我是不是用一些ETF買呢 那有很多台灣的ETF呢,它是第一大權重都是台積電的 那ETF呢,因為這些機構它就會幫你買台灣那邊 如果你不想直接開,即是你應該都未,我想比較少的投資者 會真的開一個台灣的證券戶口 那所以其中有一個方法,如果你想避免這個日價呢 就可以是用ETF的方法,那當然就變成了不為直接買的了 那有時如果自己喜歡是選擇自己去操作,自己看公司的話呢 或者你只是想買台積電,那你可以等一下一個的機會 其實它這半年都是橫行的,即是上上落落都是那麼上考位 那你如果以長線來說呢,其實這些已經是放在那裡就可以了 那你不可以只是說拿著,即是今年,年頭到現在 和NVIDIA和AMD去比較 那你想一下,其實有上年台積電升到那麼厲害的時候 那NVIDIA其實都沒有升到那麼誇張 那所以你拿過那麼短期來比較,其實就不是那麼大 而只不過,因為任何的東西,即是任何東西,任何的股票 它升得太急的時候,有些調整其實是很正常的 只不過大家看到它上年升到那麼急,就有很多短線的投資者 就衝進去,就會覺得,為何又跌回,為何又不動 那其實是很正常的 那這個就 很重要的,即是檢查看 這邊的話 covers見